由于外出出差了 所以本来周五的课就放到星期天下午来上 那么今天课程几个内容要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就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另外会讲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剩下的就是说一下下周的风险点跟机会 那么先进入到今天这个课程 周五因为我在外面出差 我也没有看盘 所以回来还得复一下盘 成交量没什么问题 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所以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说明市场的成绩还是蛮好的 对吧 主线还是主线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会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跟数字经济相关的 跟ChatGBT相关的 对吧 就是跟这个软件相关的 就这些这些方向 你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日内有分歧 只要跌下来你敢买都能再回得去 对吧 就是或者说你一日内的差价都会很大 虽然每天涨停的股票 就涨停板的股票 并不是很多 你会发现它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是每天的涨停板的股票 可能就二十几个三十几个 对吧 就这个是这个就是行情的一个特征 然后周五的时候 北向资金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正能量吧 它就是流出了两个多亿 对吧 然后这个两四个股呢 也是跌的跌多涨少 两四个股也是跌多涨少 大家可以看对吧 实际上你会发现市场赚钱的效益 全部集中在 以ChatGBT为首的这个数字经济概念 大部分的板块 包括新能源赛道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宁德时代 包括新能源赛道宁德时代 也是跌的 然后呢 金融啊 这些地产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金融啊 这个地产啊 这些都表现一般般 对吧 那包括这个建筑石油 对吧 然后呢 电信的这个三大巨头也是调整的 这个呢 我待会来讲 包括医药啊 这一类的半导体也有所调整 对吧 然后就是国防军工 这里 那 嗯 市场上能够 就是表现相对啊 我们只能说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 大家看到的 其实就是互联网软件 然后一些 这个以前的我们讲的电子元器件 实际上一页表现得挺好的 那电子元器件也是因为有利好的刺激 其他的旅游这种呢 也就是说大大酱油 对吧 其他都是大大酱油 包括 电器设备是由 就是因为有一些利好嘛 包括风 风电啊这些东西有点利好 但是在 你们看这个叫做题材板块 对吧 基本上都是被数字经济抱怨的 其他都赶不上去 能够在 这个 就是加缝当中求生存的 就是来最高压快充对吧 这个是高压快充 之前的什么 盛宏啊这一类的对吧 就是调整了以后还能往上顶一顶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还行 整体还能够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超跌反弹的这种走势吧 对吧 虚拟电厂也算是超跌反弹的延续性相对比较好的 那么 这个高压快充呢也是因为前面它反弹过了 对吧 这个地方就率先反弹过了 但是个股很难说 就是个股呢也是 怎么说就是 不见得有太好的连续性 对吧 就不见得有太好的连续性 就个别的股票可能会涨得好一点 那么 大的方向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 整体就是数字经济 这一块 以这个 就是 Chall GBT为首的 所有的资金都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个 就是资金都在这里面呢 然后我复盘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你要看这个叫总金额 就成交榜 浪潮信息又重新回到了100亿的成交榜 虽然它没有在床新高 但是100亿的成交榜 本身也是多空分级很厉害 对吧 多空分级很厉害 所以 这个浪潮信息重回100亿的 这个涨幅榜 是福是祸 现在不好说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个地方 下周也要小心 当你看到又有百亿成交榜的时候 你要小心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 托尔斯 300229的托尔斯 托尔斯 周五的成交已经达到了45.6亿 已经达到了45.6亿 那前面一天是45.5亿 对 那么如果下周 不管阴线阳线 当托尔斯第一次超过或达到50亿这个范围的时候 我估计也会出现比较猛烈的震荡 这个反正跟大家讲过 然后我要重点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成交榜 浪潮信息 科大巡飞 82亿 对吧 科大巡飞 然后什么 紫光 除了东方财富 中方财富是受什么影响 受那个同花顺的影响 对吧 同花顺上来 所以东方财富呢 也反爆了这个阴线 所以东方财富还行 除了东方财富 你看后面金家威 对吧 都是算力嘛 力行精密炒的也是 这个华为的那一块 不是炒的电子元具件 炒的也是华为那一块 还叠加了一个 那个后面我跟大家讲 还叠加了一个就是 ARVR的 然后360 那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360 工业互联 汤姆猫 昆仑万维 对吧 基本上你看在这涨幅榜上 你能看到到这涨幅榜上 全部 涨幅在前十的 全部是来自于 数字经济感应 这个榜 本身就太拥挤了 就这个榜太拥挤了 你等于说你在涨幅榜上 基本上 都被这些 大票给垄断了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数字经济的大票垄断了 那一般来讲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大票连续加速 成交不断放大 就连续加速 成交不断放大 比如说像360这种对吧 就连续加速成交不断放大 短期都是预示着会有风险 短期就太热了 然后周末大家几乎都在 都在聊AR 对吧 AR虽然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们把事情一分为二 AR呢 短期我觉得太热 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下周呢 我们需要防一下的就是 会有在短期里面 因为权重加速 就是AR权重这些股票加速 而导致的资金过度拥挤后的 是吧 就是没有 没有更多的钱来接力了 就没有更多的钱来 这个 这个往上继续顶了 那这里面就会有产生 只要多杀多 就是由获利盘回出来 他就长不上去 他就撤 对吧 长不去就走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相当大 而且这个周末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 而且都是盯着这些票 对吧 而且已经有点 有点这个叫说 很多人觉得 哎呀 这波你看 我没去买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 逻辑又很正 就是 很多人会蠢蠢欲动 再加上周末又是各种发酵 各种发酵 那发酵的 其实周五就发酵了嘛 周末现在又发酵 发酵的几个方向 我跟大家讲一讲 发酵几个方 第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360 跟这个昆仑万维的 那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周五的上午就发酵了 所以360跟昆仑万维都涨停了嘛 对吧 都是涨停了 那么发酵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 Chart 这个 插件 那个插 这个插件呢 如果 我要用一个比喻 就大家能听得懂的话呢 就有点像微信的小程序 就是以后这种 就是 插件都能够在 就是 人工智能的方向 对吧 就是 类似于像这种 都能够去做 做应用 应用了 就应用端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 那毫无疑问 360肯定是插件里面的 最最正宗的了 对吧 然后呢 市场也去打了这种昆仑万维 还有其他的一些 对吧 其他就没涨停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也是的 2345 也是于插件的 也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是作为这个就是 Chart GPT的插件 那么这个是一个由头 等于说Chart GPT又出现了一个插件的分支 所以整个Chart GPT又被市场资金给定上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层面呢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华为的盘股 华为盘股概念 那么华为盘股概念呢 龙头就是它 拓围信息 拓围也是家属 连续家属 拓围 然后呢 这个叫 长山 长山北明 长山北明 也是的 反包 对吧 就是这个 走了一个反包 反包长庭 那么这也是这个盘股 那么这属于什么呢 盘股里面的 软件层 差不多就是软件层嘛 对吧 盘股的软件层 还有一个就是神咒术嘛 神咒术嘛 神咒术嘛 也是的 神咒术嘛走的是那个 走的是这个 趋势嘛 对吧 那这些都是相对 要不就是高位 要不就趋势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在软件层面当中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赛逸信息 赛逸信息 我都把这个讲一下 赛逸呢 也是在高位 赛逸是高位 一直走的趋势 如果你看它的周线 你看它的月线 你就知道了 它是一直在走趋势的 赛逸一直在走 赛逸吃个大牛股 那么这个是赛逸了 还有呢 低位的 低位的是什么呢 中科创 中科创达其实不算低位的 它算是补涨的 中科创达 中科创达 它不算是低位 你要说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没怎么涨 对吧 中科创是补涨 位置实际上它是不低的 如果你看它的位置是不低的 中科创达 那么还有一个呢 位置比较低是有补涨的 叫发本信息 发本信息 那这个是盘股应用方向的 发本信息 它的位置比较低 刚刚看手趋势 对吧 盘子也不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吃心股 叫软通动力 软通动力 这个是个吃心股 对吧 之前你看一根大阴线 然后那个反包了 也反包到了 那么这是个吃心股 吃心股的缺点是弹性比较大 那不好说 对吧 就这种就能不能有更好的 持续性不好说 那么这是这个盘股方向 那盘股方向呢 还有一个对吧 就是这个是 也是周五发酵的嘛 那么盘股里面还有一个叫 高质量的这个语音的素材 又叫语料 他们把它叫做就是语料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国外 就是GPT这个是国外对吧 它主要就是来自于英文版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英文版 就是输入的一些东西都是给到它的都是英文的一些语法啊 语句啊 包括一些英文的素材啊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国内要做的话呢 那就是会有一个叫中文版的 就是有点像你要输入一些中文的语料的大数据的一些这个素材 对吧 然后呢 它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这个环境 对吧 你要给它输入什么 它就是来学习什么 那么这块呢 实际上就是龙头就是那个了 中文在线了 中文在线了 对吧 已经暂停了嘛 就是周围也暂停了 这是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盘古语料啊 中文在线 平质信息 然后就给大家都说一下吧 就这个概念里面的一些个股 平质信息 还有是什么呢 那个叫国卖文化 国卖文化啊 那前面说的两个都是龙头了 国卖文化 掌业科技啊 对掌业科技 掌业科技也是的啊 掌业科技这波趋势走的很好啊 因为跌的足够惨对吧 那么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汉语股份 汉语股份啊 也是走的趋势 呃 另外还有的是 呃 那个叫中国 呃 科船 中国科船啊 中国科船啊 中国科船已经把前面的这高点打掉了啊 中国科船还有一个是独克文化 独克文化啊 独克文化呢 位置比较低 刚刚开始放量 有点想要走趋势 所以这个股票倒是可以看看啊 呃 荣幸文化 啊 荣幸文化 也是个自信股啊 就这些没了啊 基本上就是查了就这些 那么反正 可以找一些低位有补涨预期的 没什么问题 对吧 这个呢就是 在整个的 呃 就是周五的时候市场发酵的两个分支 一个是 这个 GDP的 就加了GDP的插件 一个就是 这个 华为的盘股啊 盘股这个题材 所以这两个题材的发酵呢 直接又把 呃 数字经济板块 又带上了一个 新的高度 或者说又把 人工智能吧 板块 对吧 切的GDP 人工智能板块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切的GDP 又创了一个新高 对吧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 看一下啊 人工智能板块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新高 4.0 然后人工智能的成交量 已经放到了将近2500亿 所以这是 非常拥挤的成交量 对吧 因为你就1万1的成交量 你占比整个占到了 将近百分之 呃 二十级了 对吧 就是 呃 这块呢 反正周末讲的人也非常的多啊 那我觉得反正每一次周末 往哪个方向发酵呢 你到下周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啊 特别小心 再冲的话呢 就是容易 呃 形成 这个负面的反馈啊 负面的反馈啊 好 这个呢 就是 呃 我先说一下就是 嗯 从市场的角度 对吧 短期的这个角度 那么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也一起说掉啊 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逻辑啊 就是什么逻辑呢 就是 其实 我们要在想的就是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东西还能够有一个爆点 这个爆点你们看实际上它已经涨了就是叫虚拟现实 AIA对吧 也是这些都是的啊 东方国心啊 这些东西对吧 就AIA的板块 国光电器啊 对吧 那AIA原先呢 这个 嗯 其实 最早的时候 啊 呃 大家都是 瓜绝的时候 那当时的AIA就是什么 头盔啊 对吧 眼睛啊 这些东西啊 那现在实际上不太一样了 它的逻辑有点变 什么叫变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从 互联网诞生 最早我们人与人之间 或者人与机之间吧 对吧 所以这人人与机就是我讲的电脑啊 这个 以前我们人与人之间是透过人机 什么叫人机呢 就是每一个升级 这个机就是我们的电脑 那 PG端嘛 就是我们当时用PG端 就是我们透过电脑人员之间可以联系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E-mail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 最早的时候QQ聊天 对吧 是指这样吧 就是QQ聊天啊 E-mail啊 这个MSL啊 零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那么 呃 还有呢 就是 透过电脑呢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这个信息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发布一些什么信息在网上 其实最简单的 以前我们就看到的这个淘宝啊 对吧 比如说阿里巴巴 对吧 小企 一些企业的信息啊 别人也能看到 所以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呢 是透过PC端联系的 所以呢 就造就了什么 造就了一些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啊 比如说 这个 腾讯啊 阿里啊 对吧 包括这个 就是 我们讲的淘宝啊 这些就是 比较伟大的这里的公司嘛 对吧 呃 同时呢 因为互联网的原因啊 也有了 这个英特尔 对吧 微软啊 这些这些 这些 就是 海外的这种巨头啊 那么这是互联网 崛起时候 也诞生了这批伟大的公司 然后到了 呃 就是 苹果的诞生 就是我们讲的 苹果的 这个 就是 开始 从 把就是把我们的 这个人机的交流 从PC端带入了移动端 对吧 就是随着网络的发达 2G3G4G 那大家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 人们 的交流 是透过移动来交流了 对吧 就是你 你拿了一部手机 你跑到哪里都可以 对吧 不再是固定在一台电脑上了 那 而且呢 在移动端的交流 大家会发现 更加的什么 便捷快速 同时呢 呃 又方便 然后呢 我们就出现了在 在PC端上 这个 并没有 呃 展现出他魅力的这种 更好的这种互联网的公司 比如说 抖音快速 对吧 啊 还有什么 Bilibili 对吧 就这类的这种公司 开始爆发出来了 因为他们做的是短视频 啊 那这种短视频 对人的冲击 要比文字啊 这些东西远远好的更多 所以这是 人际交流的就 又一块进一步 那么就产生了这类的好的公司了 对吧 那么好 那现在是第三部 就是即将进入的是第三个 就是人际交流的 就是新的 这个技术迭代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人工智能 那么未来 比如说人与ChatGPT的这个交流 对吧 人们跟这个人工智能的交流 那透过什么呢 它也是肯定是一个脑 这个人机 这个交流的 对吧 那你跟ChatGPT怎么交流 人机交流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到的就是 马斯克讲的那个叫 这个脑机交流 对吧 就是 揭露 那你靠什么东西来揭露呢 以前我们是就是拿个电脑揭露 就是就可以 在后面就拿个手机就更便捷了 那未来是什么呢 可能你就戴个眼镜 这就是VR AR对吧 你就直接可以进入到 所谓的人工智能 加元宇宙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一定也会有个爆款 这个爆款是什么 现在我们不知道 它肯定不再是手机了 也不再是电脑了 这个爆款到底是眼镜 还是什么更先进的东西 对吧 就是它能够让你很便捷的 直接就进入到这个虚拟现实 或者说进入到这个元宇宙 能够以这个 能够跟这个 能够跟这个 能够跟这个ChatGPT能够对接了 对吧 就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帮你完成很多的事情 包括你想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 我也不知道这块应该算是 怎么来解释 但是它肯定会出现爆款 所以在这个爆款没出来之前 市场已经开始炒了 炒的是什么呢 炒的就是苹果的MR 跟非苹果系的ARVR 对吧 苹果的MR大家都知道 反正有几个耳熟能详的股票了 一个是赵 赵薇积淀 我也说一下吧 好吧 赵薇积淀 这是之前就有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样 就有人说爱炒冷饭什么东西 但问题在这里 它并不是炒冷饭 因为有的东西就是 你说汽车板块 你也可以炒冷饭 说它是炒冷饭 但是以前炒的是燃油车 现在炒的是新能源车 那你做燃油车的时候 你配件厂也是这些配件 对吧 新能源车也是这些配件 无非就是多出来的是 这个就是车的价值是不变的呀 对吧 就车里面的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内饰是不太会变的 那无非变的就是 电动车吧 对啊 你要换成锂电池车 换成这个 其他的一些动力电池车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问题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稍微积电已经上停了 对吧 中午的时候就上停 其实就炒的这个这个东西 稍微积电 然后呢 大的就是力讯精密 这是苹果 MR的 那么力讯精密也放量了 低位放量 大家看一下 这是低位放量 低位放量 所以这种呢 就是要跟踪了 对吧 逻辑是很正的 还有呢 是长银精密 300115 还是 这长银精密 对吧 这些都是 你看 很明显的都是放量的 啊 量放的很大 啊 位置也还算低 对吧 放量 然后呢 这个杰普特 杰普特 大家可能记得这些票 就死好了 这是底部放量的 看啊 杰普特是底部放量的 300868 啊 这是底部放量的 看清楚啊 好吧 位置非常低 对吧 这是苹果MR的 然后华星创源 华星创源 华星原创 讲错了 华星原创 是吧 华星原创 华星原创 对 华星原创 那 这也是 啊 苹果MR的工艺商 啊 或者说系列吧 对吧 另外 还有一家叫 资历方 资历方 啊 资历方最近也 还好 周五 周五都是挑空的 这是来自苹果的MR 然后是非苹果的ARVR 就是最传统的 戈二股份 对吧 戈二跌得很惨 三利谱 三利谱 一道信息 一道信息 这是一个次性股 啊 水晶光电 嗯 水晶光电 二二七三的水晶光电 啊 还是蓝特光学 蓝特光学啊 位置也很低 客双版的 紫鉴电子 紫鉴电子也是个次性股 然后就是周五厂厅的 国光电器 2015 对 国光电器 啊 基本就是这些 好吧 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 啊 要不呢 你就是关注一下 比较纯正的 像苹果系的 里面比较纯正的 对吧 这些品种 位置比较低的 现在容量票嘛 大家都在讲容量票位置比较低的 那这些呢 后面有数量调整是可以考虑的 啊 另外呢 重点看一下低位其中的客创版 啊 客创版的票 重点跟踪一下客创版的票 好吧 呃 这个呢 实际上可能 呃 我估计这个周末讲的人不多 就就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就是有没有可能 未来的这个就是人机接口嘛 对吧 就是人机接口的第三 应该第三章吧 第一章就是PC 第二章就是移动手机嘛 第三章到底是不是脑机接口还是用 还是 这个用这种ARVR的形式 比如眼镜啊或者更更方便的这些东西 对吧 现在不知道 啊 不知道呢 他总会找到那个突破口的 对吧 他总会找到那个突破口 所以现在市场充满了想象力 他就一定会先炒 好吧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你看他的路径就是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 就整个现在炒的方向就是围绕着 确的GPT人工智能 各个分支 各个有想象力的东西全部展开 我们到了今天来讲就是到了周五来讲 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好像好像市场都想到了 对吧 市场都开始炒了 啊 那么无非就是下周 什么样的个股还会继续延续一下炒作或者发酵一下 哪些东西呢可能要进入到短暂的这个修整期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那些大票啊 那些大票就是你能看到这些大加速的大票要特别小心 下周极大概率是分化 下周一就可能分化有可能下周二会出中阴险 啊 下周二有可能是个非常大的分歧 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呢 讲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对吧 大坛中国移动股价已经创了 调整了新低了 对吧 我之前不划过吗 那是这里大阴线 我说有的要修复了 让他反弹就过不了五分均线就创新低了 对吧 好 那么然后是中国电信 对吧 中国电信也是的反弹过不了二分之一的位置 你看我这根线画在这里没动过 哎 他就是到二分之一的位置下来 对吧 就差来了 然后呢 中国联通 啊 也创新低了 看到吧 也是一样的 啊 这个更差 对吧 这两个好 那我想透过这三家公司 包括中国未通吧 补跌嘛 对吧 前一天还涨停办了 很牛的 对吧 而且又跌停了 那么 呃 我是周四的时候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也是这么说 就是 嗯 就算涨停了 我也不认为他就马上翻上去了 对吧 嗯 反正就一样的 那好 我来讲啊 那可以看 我我我就拿中国联通来讲 中国联通的趋势从哪里开始的 从这里开始 对吧 中国联通的趋势不就是这里开始的吗 从这个去年十月份就开始了 然后他走了一波 趋势 这去年十月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的趋势也是从十月份开始的 他们是最早的 就三大运营上是最早开始走趋势的 走到现在了 有点像这一波趋势的就是结束了 对吧 就这一波趋势结束了 很明显啊 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觉得什么样 就像第一波人家开始建仓 然后回席对吧 就回席吧 回席以后 这个是三浪 这个有点像三浪 第一波的是三浪 调整一下 这是三浪 调整的是四浪 这是五浪 结束了 所以就调整 对吧 调整我说的要去破新低的 就是要把这个低点的打掉的 对吧 肯定还得下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大家看到这个叫做趋势的 最早开始涨 涨来涨去 涨来涨去 涨的趋势的票 就三个大票 就最早引领趋势的这三个大票 出现调整了 然后呢 第二波开始走趋势的 对吧 他们是第二波嘛 大家知道啊 就他们是第二波 比如360啊 举例子啊 嗯 嗯 别 对360啊 对吧 对吧 360啊 什么是他们的趋势从这里开始的 从这里开始的 对吧 就是过完年开始的 360啊 红博啊 对吧 就这种 对吧 哎 300 不是红博那个 托尔斯啊 对吧 然后呢 托尾啊 对吧 他们从这里开始的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第二波走趋势的 这些大票 我说的是大票 不是小票 就大的 大票 对吧 包括那个浪潮信息 啊 这些大票 金家威啊 这些 对吧 他们从这里开始走趋势的啊 就这这个这种地方开始走趋势 那么现在走到了也是趋势的加速段 这已经是加速段 好 那这个趋势的加速段 意味着加速以后没买点 只有卖点没有买点 所以下周也一样是卖点而不是买点 有可能他们 其实就有点像三大运营商加上 未通 已经率先告诉你了 我们这种牛逼的票调整起来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可以大跌的 也是可以跌停的 那么 换而言之 现在这类的票 对吧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了昆仑万维啊 这些这类的加速的票 对吧 就大票加速叫什么360 也会像三大运营商一样 你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出现这种 大阴险 巨大的护反馈 我认为下周就会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前面人家已经给你做了示范了呀 对吧 就是趋势加速以后他也要调整的不是说他不好 对吧 因为中国移动我觉得 调完了以后还会上会超越茅台的市值 但不是现在 所以你要那么这批人完了以后他们也也会面临这种就是第二批加速的票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啊 也会面临的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我们到时候看市场是不是这么走 对吧 所以我觉得已经有有人就是就是已经有股票先释放给你看了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 对吧 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讲的啊 第一批股票涨完了他休息了啊 第二批股票现在正在这个这个高潮对吧 然后他可能也会复刻第一批股票他也会调整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批现在的 容量票面临这个很尴尬的局面 第一个 趋势加速不买点 第二个成交量过度拥挤 对吧 第三个 给大家看的是 你是第一次见到 就是我应该是 我瞄了一下 就是成交榜 第一次这么明显的全是他们 就在成交榜上都全是他们 这有点像什么 太极致了 就太一致了 就是好到不能再好了这个榜 就这种榜已经好到不能再好 全是就是 你这个榜上全是 一个类型的 就有点像 全是网红的 那就麻烦了 对吧 就有点像美 美这个东西就是有什么 鹅蛋连的人也也也也也挺美的 对吧 也圆脸的也有美的 对吧 各种各样的美 在这个榜上 那就比较好 你现在榜上就变成了一种一种美 就是网红脸就整过的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 这是我觉得比较 危险的信号 对吧 到底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不知道 那 这个事情我就讲了 对吧 反正就等市场来给答案 对不对 反正就市场给答案 因为我 我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节奏的问题 然后呢 我说一下大的逻辑方向 人工智能炒到现在 数字经济炒到现在 我们就先说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今年我们 国家的这个大力 发展或者扶持的这个方向 对吧 那么刚开始炒的时候你们也知道 其实我最早讲嘛 我说今年就是数字经济家嘛 那我是肯定没说错了 数字经济家呢 ChatterGBT也是数字经济家的一部分 对吧 数字经济家就很大呀 就跟2015年的互联网家也是一样的 有各个分支嘛 对吧 那当年什么互联网家 你也炒到互联网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分支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分析很大 对吧 包括很多 呃 也算很大V的人 他也不认可 什么祖先啊 不认可的人家 对吧 没有祖先啊 祖先要怎么样 就大家不认可 我觉得很正常 就是 我也不说我说的对 我也不说别人说的不对 最重要的是 市场 最终的走势 来决定对还是不对 对吧 我们都没有权利说谁对了 谁错了 然后市场 因为我们也是一步一步 不断的跟市场验证 包括我跟大家说 容量票 很少就跟大家讲了容量票了 对吧 大票 没问题了 对吧 然后跟大家想主线 你一定要待在主线里 主线出来 你一定要敢推仓位 讲了无数次了 六七成的仓位 你要在这个主线里面 对吧 这是原话吧 这不是我今天讲的 你讲了讲了两三个月了 对吧 所以 目前来讲 也就是说 过年以后 如果你的仓位是在这个方向的 大家都赚钱 这两天 你看这个指数表现的 也不是很好 像 这个上升周五还是跌的 对吧 指数我待会讲 然后 创业版是勉强红的 那只有一个指数 跟大家讲的是 要走牛市的指数 叫科创版 对吧 是吧 就是相对最好 那么 这个我觉得后话我就就是不不多讲了 那么到了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思路给大家捋一捋 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是炒一个概念 哎呀 你们就是炒概念 数字经济就是个概念 实际上它不是概念 它已经上升到赛道级别了 数字经济就是过去 两三年的新能源赛道 绝对是 我用的是绝对 因为市场已经告诉我们了 到现在市场就告诉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CHAT GBT 这个就是我们就从它的分支 人工智能 以前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是很遥远的事情 现在大家会发现 就离我们很近了呀 已经到了应用端了 它随随地应用了呀 对吧 我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回答学员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出差对吧 我昨天 对昨天 昨天早上下去吃早饭 在酒店下去吃早饭 然后坐在我隔壁桌的就两个小女孩 两个小女孩 一看就是那种 应该是这种 传媒的 反正就是传媒公司的 对吧 那两个人在讲吧 他说什么呢 他说老板要求我们 我们现在尽快的要跟这个就是 那五六四篇的里面 那种 对吧 他也应用 很多 金融的 甚至于这个 反正 之前不是应用成的都炒过了 游戏呢 就更不谈了 对吧 他这些都是已经可以实实在在做商业孵化了 那你要知道如果一样东西变成了商业孵化 那苹果版的这个 CHATGBT是收费的 大家知道 对吧 就你有他收年费的 你去下载一下 你试试看 对吧 就是收年费的 那么这些东西已经实实在在的被上用了 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 我最早的时候 我们没在异彩的时候 以前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我说当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的时候 就是他并不是做股票的 但是他在缠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一定是很OK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像你说 哎呀 你可以不相信新能源车 但是当马路上开始跑新能源车的时候 跑出第一辆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已经上用了 未来他就是有一个渗透率的问题 现在也是一样的 CHATGBT这个东西 大家都开始用了 那用了怎么办 就很好呀 接下来就是商业模式的形成呀 商业模式的形成就会产生盈利模式呀 盈利模式的形成就会有一批 公司开始进入到什么 数字化的这个盈利时代 对吧 所以他就变成了赛道了 再加上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对吧 我有个朋友嘛 人家就是说政府信息 这个归档的 今年 订单已经拿了好多了 那是实实在在的呀 对吧 这不是骗人的呀 那是不是那些他们 原先的软件公司都很惨的 这个业绩塌糊涂 但是因为有了素质经济的这个 我们我们讲的整个的就是从一个 可能大家都觉得刚开始这个概念 然后变成了赛道 那些软件公司 重新插上了盈利的翅膀 形成了叫做 净利润拐点 对吧 利润拐点嘛 所以特别在一季报的时候 大家要看清楚 哪些公司率先能够形成什么 一季报出来的超预期 就是净利润调控缺口 也就净利润断层 对吧 因为人家拿到订单了 人家赚钱了 对吧 本来是没有国家数据局的 比如说之前是没有数据中心的 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有了 那那些搞数据的是不是 拿到了新的这个盈利 增长点 这些都是的 对吧 所以包括人工智能的方向 全GPG的方向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包括现在大家都在炒预期 但是未来会有业绩的对 业绩慢慢的体现 然后再到业绩的兑现 他现在还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都没到 因为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像新能源赛道当中 第二阶段已经看到他的业绩改变了 比如说 一级报出来了 半年报出来增长了 但是不不算 还没到他爆发 爆发是什么 你会看到 我们未来预期他的估值是多少 他的这个明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年报可能要增长百分之几百 对吧 这个就是最后的业绩兑现期 现在没到业绩兑现期 现在刚刚是叫做什么 就是 拉固执 搞想象力 对吧 因为有 已经有了这个 很明显的这个就是 数字经济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了 趋势出来了 对吧 大家都在 这个要加强 这个包括周末 我们的这个管理层都讲了 加强数字化发展嘛 对吧 所以大家全中国都在搞数字化 那你说跟数字化相关的肯定是 这些行业就是风口上的猪嘛 对吧 就是风口呀 站在风口上 你你你不飞都得飞了呀 是吧 就跟前两年的新农院是一样的 你搞碳中和 那当然他们就不飞也得飞了 那现在搞数字化 那这类的企业就实实在在收益 从不赚钱要到赚钱了 对吧 现在还是什么 预期他会赚钱 然后呢 他还需要有一个证委 就是他需要出一个盈利快点 就是原来不赚钱 或者这个业绩本来一般般 然后业绩开始好了 对吧 又反转了 然后再到业绩最后的兑现 他是三阶段 现在是第一阶段 还没到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 所以这个他现在已经是 跟大家说一下 数字经济加整个的 大的板块已经形成了 这个板块 他并不是概念 他是赛道 而且是新赛道 如果你还搞不清楚 那未来所有的 这些 你们看到现在是软件 其他不分家的 软硬件是不分家的 我个人预计 软件的炒作大概到五月份 六月份结束 然后下半年是硬件 下半年的硬件可能会比 软件 走势更好一点 软件呢 有可能到上 上半年 差不多要高一段落 为什么说高一段落呢 待会我来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 好那 这是周末就是 我本身出差 这个耳闻 就是亲眼听 就是 亲耳听到 亲眼看到了 对吧 就是在你身边 这种事情你是不能忽略的 就你要知道 是 整个的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吧 哪些行业正在崛起 所以这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吧 然后说一下指数 说一下指数 哦 刚刚有受到那个那个 讲 讲一个问题 有些人问博腾对吧 博腾股份 这是说CXO的 跌的很惨 对吧 包括说博腾股份会不会反弹 我的答案是会有 什么时候有 4月份 等到指数全部见解 他们也会有反弹 包括什么耀明康德 对吧 康德 也是 跌的很惨 然后也会有反弹 那我再说一下 反弹 指示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还是要检查 我这次去出差嘛 这个正好私下里我跟其他地方的一些学员我们线下聚了一下吃了顿饭 反正因为我跟他们比较熟嘛 我就直接聊到他们讲的 因为之前跟他们讲 我说当一个时代崛起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常委往那个地方去集中 而不是留恋在你过去的常委里面 因为过去的常委已经给你带来很好的收益了 他代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你要考虑的是未来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更好的收益 我的话说的比较直白 因为我们这是课程 所以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对吧 我只是跟你说大实话 我会要求你怎么去做 因为 未来的股市跟现在的股市 跟以前的股市不一样了 股票越来越多 对吧 钱就这么多 万一成交量也打不起所有的股票 没用的 对吧 五千多只股票 能涨的就一千多只 而这一千多只就代表新的赛道 或者新的一个时代 对吧 我之前讲过叫时代的趋势 对吧 一个时代造就一种趋势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 就造就什么样的趋势 你觉得现在是CXO的时代吗 你觉得现在是新能源的时代吗 不是吗 现在是数字经济的时代 他就造就了数字经济的趋势 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在变化 你就应该知道你的仓位在哪里 对吧 我不会说要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心里要明白 你别拿着这些东西不涨 然后你心里很郁闷 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难点在哪里 你看机构也在不断砍仓 对吧 砍仓 那边砍掉 行动员砍掉 往这个 这个新赛道上移 其实散户也一样 问题是机构呢 他砍得下去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就砍不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就是你必须跟你自己去较劲 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 别人怎么说都是没用的 别人怎么说都是没用的 所以你不能抱怨 哎呀我的东西不不涨啊 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 他已经没有起涨供跌了 这些市场上活跃的钱只能支撑 现在的这个时代趋势而并不是过去的时代趋势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你要去哪里 对吧 所以不然的话呢 你待在原地你会心里很难受 很郁闷 对吧 老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我也帮不了你 对吧 所以我只能作为课程来讲 我只能告诉你哪些地方更好 但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地方很差 对吧 万一你说有反弹了 你看我就听你的 对吧 我割掉了 割在这地板上 然后反弹了 你说怎么说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尽量避免 我不去说 但是呢也好 因为这是出餐嘛 也好我回自己公司 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来自于CXO 有可能CXO以后的这个估值不会那么高了 然后呢 因为时代的变迁嘛 对吧 技术的迭代 所以CXO有可能面临一个重要的这个就是临界点啊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 因为我们做一级市场可能更敏锐能够知道一些信息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对吧 英国有一家公司就是利用人工智能 那么他在两年里面完成了五个靶向药的这个研发 就是最后这个就全部研发出来了就五个靶向药他只用了两年 那大家都知道一个创新药 以前所有的创新药他有一个双十定律 什么叫双十定律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对吧 因为你们你们讨二级市场的股票你就不会去关心一级市场怎么回事的 什么叫双十就一款创新药大概需要经历10年跟10亿美金的研发 就你要花10亿美金然后加上10年那你这款药才能够最终 获批上市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你的你的这个成本就这样 10年的时间加上1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最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创新药出来 对吧 能够这个推向市场最后你能拿到回报所以新药都是很贵的 对吧 但现在这个时间缩短到两年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出现了叫类细胞芯片 什么叫类细胞芯片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检验这个 药物能不能 这个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靶向药就是癌细胞嘛 针对癌细胞 他从人的就是晚期这个病人的骨髓里面抽取癌细胞 然后呢利因为他的这个这个药有很多嘛就是各种各样的配方啊各种各样的药对吧可能有五十几种那以前比如说有五十几个这样的这种这种 出出筛的这种比如说配方的这种药对吧新的药他都需要需要去一个一个去对应的呀 那刚开始怎么试呢动物先从动物开始试对吧然后再是临床一期临床二期三期对吧就是这样很慢速度很慢再一款款试下去现在利用人工智能很快 他就只要把细胞抽取出来他人工智能会对这些药药跟这些怎么能够把这个癌细胞杀死就是你的这个比如五十个这种东西 他很快就能筛选出其中一两个有用的然后就透过这一两个就开始实验然后就迅速缩短了什么呢就从动物实验到临床的时间包括就匹配度对吧药物对这个癌细胞的匹配度那你想想看这速度多快啊 这两年就搞定了那这是对CXO企业严重的利空就对这种药民康德是当然这些这些东西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他只是某一个方向但未来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会很快对吧他的学习能量会非常强所以对于这这一类的以前所谓的叫创新要上游企业的服务的行业就他的服务行业他有可能也会被人工智能 来自能替代掉就当然不是全部替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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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大部分那他的这种估值就会下来对吧他的成长性也会下来甚至业绩都有问题 但是呢利好什么利好CXO的上游就是原药就是那个叫实验室试剂就是实验室的这个小分子药物 还有仪器实验室的仪器因为这两样东西不管有多好的人工智能你都离不开你原材料总是要有的对吧你仪器还是要有的你分析还是要有仪器的只是说你利用了人工智能去帮你分析对吧你这个药物这个配方你还是要用这种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小分子药的对吧或者是实验室的这种 这个原药料的那这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原则上就我们讲的叫实验室试剂加上实验室的这个仪器没问题没有利空但对CXO板块里面的一些服务型的个股有可能是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只是现在先看到了这种情况 我跟大家提一个心对吧就你不要一根筋千万别一根筋因为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我们想法是不一样那你等到传导到二级市场那已经完了已经来不及了对吧反正我先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人会跟你讲的如果你你就是我也是因为我合伙人跟我讲了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本身不身处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层面上 你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情的呀谁会跟你讲呢你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跌对吧或者说为什么起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啊那么今年反正本身也不是什么医药的大年所以大家反正就就是我我该说的都说了其实到了四月份CXO也会反弹因为超跌嘛新年赛道也会反弹但是反弹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你得该走的时候走一下好吧 我这话的我都讲了好那然后以下的一个部分呢你仔细听然后可能要听我估计你要听好几遍啊其实我是回答一个问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透过这个问题嗯我就把它再推深了一步就是再往前这个再推一步吧 对吧就是再再再怎么说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就是能够嗯更深刻的去这个理解这个市场对吧嗯那个学员问的是嗯比如说嗯人工智能的一些票对吧股票嗯推高过程中说的量在缩小 呃是不是他的呃买卖意愿不强主力在拉高出货还是说所长继续推升他这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拿大票来讲呃我们就拿360来讲大票嘛对吧360这大票呢这种量还是比较健康的啊不能说啊他缩量那他要维持在一定的量就不能缩的太小对吧就我说的是他的加速段你不能缩的太小或者说你长完了以后不能缩的太小 那就是这种情况就你不能就这个地方没事的他盘整的时候跌的时候缩量长的时候放量都是健康的跌的时候缩量说说明什么呢你跌的时候卖卖的人不多你不用怕担心对吧你大阴线下来就麻烦了他你你卖的人不多呀就是你也不用担心所以长的时候他要放量这正常的但是呢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量放的过大就是我说的你突然间搞了百亿的对吧你突然之间 超过了50亿的太大代表什么太大的量就代表了分歧分歧是什么叫卖债买先就一定是有人先卖出来你才能买得进那谁卖出来这么大的量谁卖出来的一定是底部的人卖出来一个股票基本上能锁定他一直在上涨的原因是在于底部进去的人没有卖就这才是阻力这种人叫阻力对吧就这个地方的人进去了那比如这里进去了哪怕是短状对吧我们就要长短 这种人没卖因为他没卖就不会放量那这种人没卖这股票至少不会跌我们虽然不说他涨多少他至少不会跌但是他们卖了百分之百跌为什么这么大的量他们卖的是不会再来的那谁来呢问题是因为这种这种资金是最敏感的资金就最领先的资金就这种资金是最领先的资金大家明白吧 你要说他有消息也好你要说他有实力也好就是他们后面这种都是来抬轿子的所以最领先的资金都走了你还搞什么对吧所以当一个去世票上涨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说量说的太小肯定是不好但是正常来讲说一点没事怕的是放量怕的是放量一定不能放量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定争的事情对吧定向蒸发嘛定向蒸发其实很简单理解就是对特定的人去蒸发不是对普通投资者蒸发对吧普通投资者叫配股配股一定是利空大家记得配股一定是利空但定争不一定是利空那定争是这样的你刚刚举了一个跟我举了一个例子吧这个宣扬国际其实这样的就定争如果股价在低位如果股价在低位的定争其实是好事 为什么呢是大股东想把股价压着做定争如果你说现在股价我举个例子不是说他我举个例子现在股价只有七块钱定争他定争的金额一定可能低于七块的他可能就五块多定争对吧那好了等于定争的定争方拿到的价格是五块多但他们是知道的我定争完了以后去做什么项目或怎么样对吧这个项目出来以后落地以后有这个市场的我的这个产品有渗透率的那这个股价就不是 27块钱那这个股价可能要涨到27块钱那你想他的定争价五块多涨到27块钱他兑现的时候是多大的利润呢所以定争的这个股票你一定要看位置如果位置很高这种定争那往往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对吧因为等于他他已经透支了价格了对吧如果定争在低位你要好好看他定争的是什么项目是什么情况甚至有的是大股东就是刻意因为大股东他自己会 这个包销一部分的定争的这个股票的对吧那如果大股东本身又 呃包销的他他他一定知道定争完了以后我干干嘛的我这些资金是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我有多大的利润对吧到时候他也会解禁的因为定争可能一年就解禁了所以他也是有既得利益的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区分开来看啊他不是说定争就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没有没有这个百分之百的但是配股肯定是不好 配股就实际上就是反正你这样理解吧让所有人都去参与的游戏一定不是什么好游戏少部分人能参与的游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前提是位置一定要低你这样理解了基本就不太会就是遭遇巨大的坑好吧好那然后我后面讲的东西你一定要就是接下来讲的东西你一定要多听几遍啊 今天我们就不去分析哪只股票好不好对吧你看上个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在年课群里面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就是嗯就一批这个逻辑比较正的JTGPT的东西对吧你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星期是不是他们都涨了 对吧就我很有把握每次我就是每次我分享的东西我不是说来推荐股票我只是分享我的逻辑对吧 我给你们分享的东西是我因为我有很有把握我才分享出来 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分享每天都要要要看的东西不知道多少了 不要说我看的东西就别人给我发的东西都不知道多少了 对吧我也是得自己消化完了以后我觉得把握比较大的我就给大家了对吧 所以你们自己去看你们自己去看包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有些东西你是外面听不到的 没有的因为你你不可能拿到这些东西你更不要说什么抖音啊快手上面那些主播来跟你普及了 不可能这个对吧因为他本身不在这个不在这个层面上他不可能给你分享这些东西的呀 就是别人讲什么他照抄的人特别多所以你要你要知道很多行业的这个 这个衰败很多行业的这个崛起就是跟新的趋势的形成 新的时代的形成 这个息息相关的对吧肯定是跟跟这种嗯有关联的 好那呃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啊就是嗯讲什么呢就是讲 大家现在开始认可了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嘉宾也会讲对吧 现在是容量票的时代什么的大家都开始认可这个事情对吧 呃 发生其实这本身是很牵强的就像有人之前讲武林容院长是一样的 对吧也有人跟你讲过以后A股就像港股一样到处都是拉机票到处都是仙股 不会的你放心 不会的 这只是他们想出来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容量票对吧也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容量票的2.0时代 因为容量票还会有3.0时代 好跟大家讲一下 可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 如果你 接下来你把这段话听完 因为这也是没有人跟你讲的呀 因为 嗯会大部分会讲的人 要不会知道的人他不会跟你讲 对吧 然后不知道的人他讲不出来的 所以你也听不到 其实他是两个 又是两个周期 一个叫情绪的周期 一个叫趋势的周期 现在呢是趋势的周期往往 因为趋势他会走得久嘛 所以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趋势的周期时间会比情绪的周期来得久 现在是趋势的2.0 那趋势的1.0是什么 我就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三大运营商嘛 他是1.0 他是从去年的11月份就开始走趋势了 然后我们这这波的2.0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拓维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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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呃 浪潮啊对吧 拓维啊 这个托尔斯啊 这些这些360啊 然后他们走的是趋势的第二波都是容量票把带起来的 然后他们是2.0 2.0即将要结束了 接下来会有3.0 3.0我不知道是哪支票来带 但是一定会有3.0 但是3.0起来之前2.0先要调一调 那然后再3.0 那然后再3.0 估计3.0会走到5月到6月 最后3.0结束以后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小票将崛起 小票将崛起 啊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六八八打头的小票 现在刚刚是小和财路渐渐角 六八八打头的 当然就是还在主线里面 还在数字经济里面啊 那些小票底部 为什么 因为这些小票跌得很惨 就是跌得非常惨 我就不拿小票来跟大家举例子 一举例子 你们都去买这个票就完了 我就跟你说 这些小票都跌得很惨 对吧 有的股价就打了一折两折的 筹码全部散掉了 因为筹码它需要有个收集的过程 它就是利用这一次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 你看这个股票吧 涨了一点了 但又不是最好的 对吧 反正我先走吧 或者说到了这个 下个月下个星期跌了 到了这个五六月份以后 你跌一点 你就算了算了 我走了 对吧 那人家把筹码全部收集好 轮到他们做主线了 所以现在是趋势的2.0板 后面会有趋势的3.0板 这个3.0板应该要到4月份 以后会有3.0板 这3.0板我也不知道 哪一支容量票献出来 一定会有的 等你看到容量有个新面孔的时候 什么叫新面孔 总金额里出现一个新面孔 就是那个 突然出现一个成交三十几 四十亿或者对吧 一个新面孔 不是以前的吗 好 你知道了 这个有可能就是3.0的领头氧 叫趋势容量领头氧 它会换的 它会换的 好吧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 现在容量到了 什么时候 对吧 就是到了 这个换党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这不会再有情绪的连板了呢 不是的 它就是周期的迭代 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九安医疗 大家看到九安医疗了吗 九安医疗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是去年 不是这个 不是去年 这个是2021年的10月份 九安医疗开始连板 连板啊 最后造就了这个股票 对吧 涨了15倍 那看到吗 这连板开始的 这是叫连板的第一周期 就是九安医疗 这是连板票的第一周期 是由九安医疗带来的 它的第二周期是谁呢 叫浙江键头 大谈一下 浙江键头是它的 连板第二周期 它是从2022年 就去年的两月份开始的 对吧 走到连板 你看都是连板 它第二波也是连板 跌下去 还有一波又是连板 第三波 对吧 最后结束 放决量结束 好 这是连板的第二周期 就浙江键头带来 那后来就是 有很多的其他的票 对吧 好 那它的第三阶段是什么呢 就连板的第三阶段是什么 叫中通客车 应该是这个吧 对 你看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它是这里开始的 对吧 从这里开始 就五月份开始 就五月份开始 一直到七月份最后结束 就七月份调整了 然后才会有后面再来补涨的 补涨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 后来年底的时候那些 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西安两兄弟之类的 对吧 这个 就是后面朝这个 这是模仿的 看到吗 那它们不结束了吗 等到它们就到这个结束了 年头就结束了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交替 这个交替就是什么 就是 连通它们开始了 就是它们进入到末端的时候 连通它们开始走出击的趋势 就是一个交接 好 那 这个过程 全部结束了 就是 题材情绪周期全部结束了 连板结束了以后 就出现了趋势 的大票 行情 那趋势的大票行情呢 现在就走到第二阶段 它还会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完了以后 还会有补涨阶段 然后在补涨阶段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后面就会有 后面就会有什么 后面就会有弹性票 出来了 就连板的弹性票出来了 有可能从10厘米的 这个 就是 29号不是第一批要申购了吗 对吧 第一批就是那个 主板的 这个注册制的票也申购了 对吧 那么等到申购上市 上市以后 有可能就会有些苗头出来 这是最快的 那么晚一点 还要配合什么呢 就是配合后面 你们现在看到的 688 300 都是一些大票 包括主板那些大票在走趋势 那么接下来弹性的小票 他也会来的 对吧 他也会来的 就是那些688的 也会来 他们是更多带着情绪 就弹性情绪更好 而并不是说完全的趋势 他就是一个 一个叫做大周期的轮换 什么叫大周期的轮换呢 就是从情绪连板 到趋势 这个大票趋势 然后大票趋势结束了以后 对吧 然后又慢慢慢慢情绪连板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投机就像 就是山丘一样古老 它不会消失的 它只是说时间的长短 在未来一定是趋势会走得更长 然后情绪这块相对时间短一点 但它一定会不断的迭代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的是 你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就是那个过程你要搞清楚 你就不会迷失在 就是别人说好你就好 别人说坏 你就觉得坏的这种 这种情绪当中 对吧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市场是什么演变的 当什么信号出来的时候 它正在走哪一个阶段 当哪些信号出来的时候 你是能上车的 哪些信号出来的时候 你是要下车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东西 你在外面听不到 然后不见得我说的对 但是因为我已经告诉你 整个的剧本了 如果市场就是按这个剧本演的 那你至少知道 哪个地方是要在 哪一个站下车 在哪一个站上车 哪些是代表着情绪的 这个连板的出生点 哪些是代表着趋势大票的没落点 所以你要搞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 你没法赚钱 对吧 就像我以前一直讲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到了也不会喜欢 所以现在就是数字经济的时代 首先你得要去数字经济里面 然后你还要看清楚 哪些是 这个现在走的是趋势时代 后面会不会趋势时代 就是我们讲的短暂的结束 或者说一轮趋势结束以后 他又切回到什么 情绪连板阶段 这样的话 你的资金的利用力才会高 不然的话 你就完完全全的迷失在这个骨骸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好吧 这些事情反正就是 我大概就跟大家说一下 包括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段话 对吧 你就是要深刻的理解 如果你听不懂 比如说你刚刚开始听我的课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搞得云里雾里 没关系 你多听几遍 还有一点 等你以后自己成长了 你的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 你再回过头来 想一想 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 就是 我现在正在跟你讲的这段话 是不是对 如果你现在就能够听明白了 我觉得你的水平已经不差了 这个我不是说我自己水平高 是因为确实有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 你自己没有在这个市场上交易过 你不知道那个周期怎么来迭代 你怎么去判断 你怎么去看一些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对吧 为什么我每次能够跟大家讲的 哎呀 我要看什么东西 对吧 那天我这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 跟大家讲 对吧 我怎么来判断 那天你大家记得吧 我是这么判断 就这么写的吧 我说红博吗 红博第一个涨停板的时候 我就说了 就是 我说那明天要看他的封单 对吧 我怎么来判断他的封单 所以那天红博封单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这是加强版 就当天这个算力肯定还是涨 那没错吧 所以你在开盘的一刹那你就知道了 那其他票你就 如果是算力票里面还有跌在早上 你送钱呀 就是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 因为你自己做过了 你才知道 对吧 没有人跟你讲 有的是很多都是在那里 哎呀 这个好 那个好 但是你要怎么能够知道那一天他是真的好 你用什么量化来判断他好 对吧 是有很有讲究的 对吧 就像有人说 哎呀 现在你看他解禁为什么还要还要长呢 对呀 因为他现在是最热的呀 你解禁好了 解禁就有人会去接 接完了以后就去干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干 你才会觉得哎呀 太好了 对吧 就是 利空当利好做 你也会把他当利好 他才会有功名 对吧 就像股市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谚语 叫该跌不跌就应该长 对呀 他就该跌不跌 他告诉我该跌不跌 所以第二天还会有人去接 对吧 这就是人家建立的 就是里面的主流资金会建立的一个方法 其实讲到最后 股市就是人性的博弈 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你看待什么 好利空消息 利好消息 对吧 但凡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 它都叫结果 对吧 比如说某某银行倒闭了 对吧 硅谷银行不倒闭了 倒闭是什么 倒闭是一个结果 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最坏的就倒闭了 已经倒闭了 你还怎么样呢 对吧 不能坏到不能再好了 倒闭了呀 就像就像你开个公司 我关门了呀 你还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呀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呀 那还是什么利空了 你告诉我 没利空了 什么是最大的利空 利空就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你知道这银行不行了 你赶紧去那个银行取钱 对你来讲是利好 对别人就是利空 因为你把钱取走了 别人是不知道的 然后别人要去取钱 没钱了 别人就是利空 你就是利好 是这个道理吧 但是他本身这件事 当你取钱的那一刻 他就变成了利空 等到这个银行倒闭了 对 在这个银行里面存钱的人来讲 跟没存钱的人来讲 有什么区别呢 一样的呀 利空了呀 都是就不是利空 就是结果了呀 你也拿不出钱 他也拿不出钱 存两块钱的跟存 存两千万的有什么区别了 没有区别了呀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结果的时候 他一定就是没有利空了 就到底了 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个过程的话 那他就是利空 我这样解释 你们就明白了 所以你以后就不要去听别人讲了 这些东西 而且现在互联网的东西 就讲的人越多你越害怕 其实就这么回事 对吧 你只要区分这件事情是结果还是过程 如果是个过程 你要特别小心 如果它是个结果 就已经定性了 就是这个结果 你不用担心 已经叫利空促进 后面说不定就反转了 剧本反转 好吧 然后最后我们说一下指数 说一下指数 指数呢 下周大家都知道月末效应 然后呢 上证就是看五日军线 跌破 就是你知道就月末效应了 再加上清明节前都没有什么好的 对吧 那么现在大票走趋势有点加速 这个资金太拥挤 所以保不齐这种大票也要调一调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下周 有可能会公正的调整 对吧 这根线呢 我还画在这里 我觉得要破 这里要破的 最好能把缺口补一下 对吧 那这样呢 为四月分 为那个四月五月的行情 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那 下周反正跌了 反正是好事情 我们还能够继续低息 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之前跟大家讲 涨了八十几天 要跌一个月 这个月跌完以后 后面还会涨 迎接五月份的指数新高 我认为指数这一波 这个缺口肯定是 这一波要打过这个位置 要打过3424点的 最终能不能去碰一下 3500 我不好说 不管碰不碰 那个高点 那个初的那个高点 应该在五月下旬到六月初 我觉得那个高点就要出来 就上半年那个高点就出来 所以在这之前 所有的下跌都是机会 所有的下跌都是机会 那么 创业版呢 也是这样 因为它也存在说 有个底部结构 跟大家讲过 这个这里板弹了以后 它应该要再往下 做一个结构 就这个 不管破不破地 它做这个结构 就这个结构 做出来 做出来就好 那么 创业版之前跟他讲过的压力 就在五周军线 所以正常来讲 五周军线形成压力以后 它还有一个回再上 的这个过程 对吧 那这样就 这个结构就比较好了 然后是客装版 客装版 客装版50呢 基本上就是趋势走得最好 但是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客装版也面临着说 它也要回踩一下 五月均线这种位置 对吧 至少夯实一下 然后来包括周线 也是这样 因为周线这个地方 还是有压力的 所以最好也能夯实一下 对吧 月线呢 要等下个月 就等他下个月拐过来就好 这个本月 回一回 就是回点下来 下个月一反报 就这个流点上影线 反报上影线 就是五月均线 警察十月均线 底下MAC的警察 那就日子好过了 对吧 就日子好过了 那么 下周是先政达过会 先政到过会 先政到过会 先政到它是在客装版上市 六百五十亿的融资 那么告诉大家 所有的大额融资 都会对市场形成冲击的 包括客装版 它有两个市场冲击点 第一个市场冲击的点是 大家知道它要过会了 它会先冲击一次 那这个冲击点就在下周到四月初 会冲击一次 第二个是什么 在它上市前会冲击一次 那到底什么时候上市 我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大家可以到时候过会了以后看 日程的牌 那么正常来讲 就是应该在五月底 六月初要上市 就是它过会了以后 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上市 对吧 那当然这个东西 不是我说了算 大家到时候去看 那如果真的是 那个时间点上市 那么也意味着客装版在到了五月底 六月份 就会见到一个阶段的顶部 然后它的上市会给客装版 以第一次中击 就这样调整一下 调完以后再来 好吧 所以客装版现在的上市 我也可以理解是为了迎接 这个先政大上市 因为不然的话太惨了 对吧 第一次大家都知道 中芯国际的上市很惨 然后蚂蚁金服 还好没上市 上市就变古载 那么现在先政大要上市了 对吧 那么它必须先涨上去了 就有点像 你如果指数停留在900点 那它跌下去不得了 要创新低了 对吧 那现在搞到1100点 那么你跌个100多点 那也还行 还有一千点 对吧 或者你涨到这个1100多点 那么跌个100点 那还在1000点之上 那还行 就大概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我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说一下 以便大家心里有感测 有个预案 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 要适当的收缩一下仓位 什么时候要防范一下风险 什么时候呢 有进攻的信号 所以现在没问题 下周要小心 对吧 就是下周的下跌 是为了以后 后面还能更好地去上涨 创新高 对吧 那么下周跌完以后 比如说容量区值表 跌完以后 因为会出3.0版的容量表 大家要注意出来了以后 你要改第一时间的介入 对吧 不会插到哪里去 好吧 那其他就没什么了 其他就没什么了 反正加速了以后 很多票就没法跟大家去一一讲了 就是原则上呢 反正大家记得 就是那种跌了很多的票 这个还算是新票 对吧 就跌了很多的票 就底下那种688这种东西 跌了很多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就是下周的下跌 依然是给你送钱 下周的下跌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 比如说就拿这个举例吧 就拿这个举例 这个不算跌的多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 多看周线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某些股票 它也是很低的 给它688的 你看它下周跌到五月均线 甚至于有点靠近 五周均线有点靠近 甚至于有的要靠近五月均线 就是送钱 因为它在日线 它在周线跟月线上放过量了 然后再跌下去 甚至于是缩量下跌的话 基本都是送钱 688的 688 终点 好吧 但是前提是数字经济的 你别搞 你不要搞那种什么 新能源赛道的 你不要搞什么 创新药 这个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跟大家讲过的 所有的技术 你必须用在主线上面 它才会有成功率 千万不要搞到其他地方去了 好吧 那 今天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 可能时间讲的太多了 我觉得 对吧 本来两节课的内容都放到